第十题乘上题若甲先到乙处再则反到丙处则此段过程的位移大小与路径长之比较下列何者正确 从上题的说明中我们知道这个位置是甲 这个位置是乙 这个位置是丙 那么我们的甲先到了乙再走回了丙 那么他们的位移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动 所以位移的大小只有这么长 而我们的路程路径长就是要所有走过的都要算进去 所以呢我们的路径长有这么长 所以很显然的我们的路径长 我们的路径长是会比我们的位移大小要来的大 多了这边的一个来回 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 关于此段过程位移的大小与路径长之比较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位移大小小于路径长 也在右轮廓下了